观光局跨连纵管处推动2020吉良山脉旅游年 特别在复理东里填马驿站设置稻田彩绘 同时也邀请了国际艺术家尤锡夫设计来自山的礼物图案 那么今天是由纵管处长以及尤锡夫等各界人士 共同下田插秧 预计在两周之后就可以呈现出行 普庸马号列车通过东里站及时向北 镜头望下带众管处长郭振林率同仁 于尤锡夫布里乡农会玉里芝罗林雅部落 在台湾稻农技术团队协助下 共同下田插秧 种来自山的礼物图案彩绘稻田 我们今年特别邀请的国际艺术家尤锡夫先生 他帮我们创作的名称叫山的礼物 来自山的礼物 最主要就是要呈现我们种谷的多元资源的特色 那也希望把这个艺术家跟原住民这些特色文化 能够透过我们这个长期以来稻田的这个耕作 能够呈现在我们这个稻田的这个景观上面 成一个彩绘 观光局话动众管处推动台湾2020吉良山脉旅游年 特别邀请国际艺术家尤锡夫设计出来自山的礼物的图案 并且在东里铁马驿站旁插阳建制 委托的台湾稻农技术团队虽然身经百战 不过由于地形破碎面积又大 费了好一番功夫才逐渐克服 这一片用四个颜色 有绿色的 有黄色的 有白色的 有紫色的 把它七格开来这个景象 以优习夫所设计图案的彩绘稻田总面积约1.44公顷 不论地主还是带羹舌对彩绘稻田都有印象 不过要种在自己的稻田上倒是头一招 因此乐于配合也相当好奇期待 我也是希望尽管出有新的景色 来我们台湾的那个变化怎么样 也游客一面走一面看一面玩 分换一个风景 来自山的礼物稻田彩绘分别有四种不同颜色稻种分区种植 若没有问题 李文黄表示 最快两周后就可以呈现图案的雏形 而在水稻抽税时最为清除明显 重管处长郭正林相当期待地表示 在重管里成熟的话 二期作也将会增加游客民众的参与感 并且届时也将会配合办理大地艺术时装秀等旅游推广活动来呈现 记者时宇蓝复理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